一场意外 我和笑爸痛感相通 我痛惊的时候 笑爸哭爹喊娘 淋下下 你再不停止 我真的要切腹自尽了 我无语且痛苦 然后 他为了不再体验痛惊 各种为我调理身体 细心体贴到极致 某个深夜 我突然感觉身体有些异常 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 席卷全身 我怒打视频 陈怀你干啥 他脸色爆红 磕磕巴巴 鹅 那个 你听我解释 故事开始 学校新建了一个人工壶 刚刚完工 没日没夜的放水 水管扑了一地 晚上 我和室友打闹 跑的时候没看路 脚下一半 我啊的一声 华丽丽的往壶里摔去 我本能的壶乱抓着 企图稳住身形 没想到 带到了旁边的同学 我俩扑通摔进壶里 脑袋磕到了壶的边缘 啊有人落水了 救命啊救命啊 快救人 快救人 因为磕到了脑袋 我和那个同学昏迷了一天 我还做了个梦 梦里 不知怎滴 我惹到了笑霸陈怀 他满脸音笑 磨刀霍霍 让我求赛输了 我宰了你 我就像带宰的羔羊 惊恐地看着他走近 我是被吓醒的 惊魂未定 然后发现 我现在在医院里 视线从头顶的天花板往下 陡然看到对面床上黑着脸的陈怀 被狠狠吓了一跳 你终于醒了 他因侧侧地开口 我看着他身上的病号符 和额头包的纱布 一个念头升起 我拽的人 不会是他吧 结合我刚做的那个梦 我感觉 我小命休矣 大 大哥 您大人有大量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可怜巴巴的球放过 陈怀冷哼一声 掀开被子下床 朝我走近 我一慌 手脚并用 爬起来想逃 奈何脑子不给力 一阵发晕 然后 一脚踩空 从病床上跌了下去 崴到了脚 啊 痛 酸心的痛 撕 对面的陈怀突然停下 抬起自己左脚 紧皱着眉 我捂着脚踝 一边按一边看他 没空思考他撕啥 哭哭唧唧的开口 对不起吗 我真的不是故意 拽你的呜呜 你别揍我 我不经揍的 我会哭的 呜呜呜 陈怀咬牙切齿 迎下下 闭嘴 这时 护士推门进来 一脸惊讶 你们 干什么呢 陈怀不自在地揉了揉自己的脚踝 指着我 他发疯 崴脚了 护士 那你捂脚干吗 陈怀别嘴没说话 护士把我扶起来 给我看了脚踝 确定没有伤到骨头后 去拿药油给我擦 护士一走 气氛再次安静下来 喂 陈怀喊我 我颤微微扭头看他 他说 你脚痛吗 这不是废话吗 没看到我这两眼泪汪汪 但碍于他是笑霸 我只能委屈地点点头 陈怀眉头再次皱起 垂眸看了一眼自己的脚 小声嘀咕着什么 我没听清 没一会儿 护士就回来了 让我做好 他给我抹药油 抹的时候要使劲揉 这样效果才好 我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当护士 真的用尽揉的那一刹那 那钻心刺骨的痛 还是让我忍不住叫出声 啊 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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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张了嘴还没叫 对面的陈怀 已经在床上打滚了 抱着左腿 我忘了喊痛 惊讶地看着他 护士也愣了 他 咋了 可能 发疯 陈怀还在继续 啊 天杀的 哪个正常人会崴脚啊 临下下你你你你啊 痛痛痛痛 一时间 让我有点恍惚 崴脚的是我没错吧 怎么陈怀 比我还痛的样子 护士走了 陈怀摊在床上 大汗淋漓 一副被欺负狠了的样子 我想问问他咋了 但又怕触及到 什么我不该知道的东西 会被灭口 还是选择了沉默 中午的时候 我俩出院了 同款一瘸一拐 路人纷纷侧目 分到扬镳的时候 陈怀扭头 哼哼瞪着我 临下下 这个丑我记住了 我小心脏跳了跳 只觉得完蛋 爱琪琪回到宿舍 室友纷纷关心我怎么样了 我摇头 无命休矣 一连好几天 我都在战战兢兢中度过 生怕下一秒 陈怀会冒出来 可是 他一直没出 线 听说是养伤准备球赛 我头上的伤和脚踝 都好得差不多了 心也渐渐放了下来 有一点比较奇怪 就是时不时的 我身上会痛一下 比如上个星期 我自己给脚踝抹药 痛了一下 然后脚尖就像被针扎一样 那种刺痛 我直接当场飙泪 再比如 前天去浴室洗澡 屁股突然没来油的疼 疼得我险些没站稳 再摔一跤 再再比如 昨天上课 好端端的 突然感觉手被烫了一下 烫得我笔都扔出去了 我一度以为我撞鬼了 所以今天 我去图书馆寻找相关知识 知己知彼 我正沉迷于知识的海洋中 后腰突然一阵发酸 然后慢慢转移 转移到小腹上 搅着疼 我心一惊 连忙看日期 今天立假 而我 痛惊是常驻嘉宾 这几天 这些莫名其妙的事 都让我忘了看日期 不然我此刻 肯定在床上安详地躺着 我捂住小腹 飞速往外跑 想回到我温暖的宿舍 可好巧不巧 在图书馆门口 又一次撞到了陈怀 他一脸菜色 同狂捂着小腹 咬牙切齿 淋下下 我疼得一脑门的汗 压根没力气接话 只想快点回去 我今天可是白裙子 不曾想 陈怀拽着我就走 方向时 不知道是什么方向 反正不是我回寝室的路 我剧痛之中 男男开口 大哥 我 立假 痛惊 会死人的 白裙子 染了 很丢人的 放过我 陈怀文言 停了下来 震惊地看着我 痛惊 死人 然后 他直接将我打横抱起 飞速往女琴跑 我缩在他怀里 能感受到 此刻他身体紧绷着 额头的汗珠 顺着脸颊 划到他的下巴 再低在我胸前 他此刻 很难受 救命 我也很难受 到了女琴门口 陈怀把我放下来 气喘吁吁 你好好活着 他脸色苍白 但语气是那么的正重 好像我得了重病 快死了一样 我抱拳 多谢 转身 吃力跑回宿舍 换衣服 接热水 上床 躺下 缩成瞎子 痛感仍没有减轻 我紧闭着眼 咬牙忍着 这时不知道 是哪个不长眼的 打电话过来 没接还继续打 切而不舍 又痛又闹 我接通就骂 谁啊 有病啊 催命啊 要死啊 本来痛惊就烦 结果 手机那头传来 陈怀痛苦 且断断续续的声音 林下下 我觉得 我们 可能 痛感相通了 我现在 肚子也痛 不要 死了 我脑子猛了一瞬 啥玩意 痛感相通 手机里传来 陈怀的哀嚎 林下下 求你了 你再不停止 我真的要切副自尽了 啊我的肚子 我的肠子 脚一起了 谁来救救我 救救我呀 我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陈怀说了什么 痛感相同 一起痛 好像这几天 那些突如其来的痛楚 有原因了 陈怀 林下下 林下下 你还活着吗 还活着 我没感情地说了三个字 手机里 陈怀仍旧喋喋不休 哭爹喊娘 让我赶紧停下 我无语 且痛苦 但又怕他秋后算账 所以我选择和他一起嚎 呜呜你还活着吗 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 有好几把刀呼啦呼啦 刮着我的小腹 我要疼死了 呜呜呜啊 不仅小腹疼 腰也疼 像被砸断了一样 做也不是糖也不是 你为什么是和我一起痛 而不是替我分担痛啊 呜呜 陈怀痛苦地喊 求你了别形容了 真的有好几把刀弯我肚子 好几把 我怀疑他在骂人 但我没证据 我闭上眼 咬牙忍着 开始自我催眠 快点睡着 快点睡着 睡醒了就不痛了 陈怀同款催眠 你快点睡着 你快点睡着 你睡醒了就不痛了 这样 我给你唱首歌 哄你睡 下一秒 低缓的旋律响起 风不吹 幽树不摇 鸟一声也不叫 小宝宝 小宝宝 闭上眼睛快睡觉 他声音隐忍低牙且痛苦 但意外的 很催眠 我一开始是很不屑的 但听着听着 我还真睡着了 再醒来 小腹已经不痛了 但后腰酸得厉害 第一时间看了下手机 好家伙 通话一个小时 六啊 掀开被子 我拖着汗呼呼的身体 去冲了个澡 又接了杯热水 才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人一活 想的事情就多 比如 陈怀说的痛感相通 我上网查了一下 的确有这么个东西 说特定场合的某些巧合 会让两个本部相关的人 感觉互通 难怪上次在医院 陈怀叫得比我还惨 手机又响起 我一看 还是那个号码 接通后 里面传来陈怀 劫后余声的声音 太好了 终于 不痛了 看他这样 我真是不忍心打击他 于是换了个 比较委婉的说法 一个坏消息 一个好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陈怀立马戒备 什么意思 你选一个 陈怀 那就 先听好消息 好消息是 今晚可以好好睡一觉 不会疼 陈怀明显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那就好 哈哈哈哈 那坏消息是啥 但我觉得 是啥都不重要了 哈哈哈哈 我笑笑 残忍道 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坏消息就是 我明天还会痛 来历价前两天 是我痛经最厉害的两天 手机那头 陈怀久久不语 我找不 其实 我这都算轻的 痛的时候 很痛 但睡一觉还能缓缓 有些直接痛到吐 痛到进医院 痛到 停停停我不想听 陈怀可怜巴巴 那怎样才能 让他不那么痛啊 我明天还有球赛 求你了 这 我还真 没办法 听他可怜巴巴的语气 我脑子里 莫名出现一句渣男语录 多喝热水 不要啊 陈怀哀嚎 挂了电话后 我望着床顶 让他不那么痛 我是真没办法 止痛药我以前吃过太多 现在没用了 但明天 球赛 陈怀那个球赛 我有听说 是和隔壁学校的比赛 之前因为他摔到脑袋昏迷 所以决赛推迟了 呜 我只能祝他平安 第二天 球赛如火如荼的举行 学校抄话里有人 在现场直播 为了不影响陈怀 我还是吞了两颗止痛药 提前酝酿睡意 可困义刚冒出来一点点 就被那尖锐的脚痛吓走 如此往复 我垂床 无能呐喊 受不了了 遭不住了 杀了我吧 睡不着 索性拿起手机 忍痛看直播 摇晃的直播画面 我找了好一会儿 才看到陈怀在哪儿 镜头离得远 看不清他是什么表情 但攻着的身体 表示他现在很痛苦 我突然想起 在医院里做的那个梦 我害得陈怀球赛输了 他磨刀磨磨磨要砍我 我在心里默默道歉 对不住对不住 别砍我别砍我 直播里 陈怀难耐地直起身子 对身边的人说了句话 然后飞奔出球场 挨陈怀去干什么 他不比赛了吗 他干什么 陈怀 你干什么 直播里想起叫喊 可陈怀不管不顾 直接跑出了球场 我有股不好的预感 果然 下一秒 我的手机屏幕 弹出陈怀的号码 你 你准备一下 我有东西要给你 你下楼 他气喘吁吁 他确定是有东西给我 而不是磨刀来砍我吗 我支支吾吾不敢接话 陈怀粗声粗气地抱怨 我是真的受不了了 太痛了 我连腰都直不起来 打个毛的球 我音音道歉 我不是故意的 陈怀一愣 哎呦 我没怪你 你又不是故意的 你赶紧下楼 后门啊 我快到了 我起床套了件衣服 扶着墙 慢慢挪下楼 一出去就看到了陈怀 陈怀蹲在地上 手里提着一个袋子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被挤弓着 幸好后门没什么人 不然我可不敢出去 陈怀 我颤巍巍喊了一句 他抬头 脸色煞白 额头满是汗珠 他向我招手 过来 他明显没了走路的力气 我咬牙挪过去 谁撂腿一软 直直往下跌 哎 陈怀伸手 稳稳架住我的嘎吱哦 别说 有点疼 同时 我踩到了他的脚 别说 也疼 去 TMD的痛感相通 我俩对视一眼 瞬间飙泪 临下下 陈怀 惊奇阵阵飞鸟 我腿软跪在地上 上半身还被陈怀拖着 看样子 就像是他抱着我 我靠在他怀里一样 陈怀指了指地上的袋子 声音颤抖 红糖水 姜可乐 热水袋 暖宫贴 我都带了 他又摸出自己的手机 郑重其事地交给我 我录了红睡歌 你好好听 好好睡一觉 求求你了 我红卓眼点头 含着热泪接住手机和袋子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陈怀摇头 眼神诚恳 别谢我 我真的不想下半场输掉 求求你 真的求求你 我嘴巴一撇 音音哭出声来 讲真 我不是感性的人 但现在真的 痛到哭 陈怀笨拙地擦掉我脸上的眼泪 你别哭了 哭得我也想哭了 我算是明白 做女生有多难了 快回去吧 听话 好好睡一觉 呜呜好 我含泪挥别陈怀 挪回寝室 我喝了红糖水 贴了暖宫贴 捂了热水袋 戴着耳机 听着陈怀低沉词性的红睡歌 再次酝酿睡意 这一次很顺利 我睡着了 喜大普奔 醒来的时候 不知今夕是何年 看了一眼窗外 天还亮着 再看时间 是下午四点 陈怀下半场球赛正在举行 我立马打开了直播 没了痛经折磨的陈怀 像一匹野狼 攻势凶猛 不给对面任何机会 我看着他 渐渐拉平分数 最后以一分之差 赢了对面 全场欢呼雷动 高声喊着陈怀的名字 我也跟着开心起来 退出直播 我正要起来 打算收拾一下 待会儿把陈怀的手机还回去 可他的手机突然跳出来一条消息 卧槽陈哥 卧槽卧槽 你看卧槽 消息附带分享过来的 是一条视频 瘦大的标题 直接扎进我眼里 陈怀比赛中途放弃进攻 竟是为了他 一个平平无奇的女生 竟让笑爸放弃了比赛 出我看详情 我带着一货点进去 然后发现 陈怀手机居然没设密码 我双手核实 败了败 罪过罪过 然后点开了发来的帖子 视频封面 是我和陈怀在女请后门 抱一起的画面 别说 还有点子唯美 播放视频我才发现 这应该是监控画面 完美地记录了陈怀等我 我出现 然后我俩抱头痛哭的场面 我以为视频是谴责我 可万万没想到啊 居然是磕CP 还是虐恋情深的剧本 说什么相爱不能相守 说什么陈怀放弃比赛 只为薄红颜一笑 说什么明明相爱 却互相折磨对方 可恨的嘞 底下的评论已经磕声一片 这不是零下下吗 化学系天才啊 天呐 这是什么唯美爱情 叫爸和学霸 我先磕为敬 除了磕死的 还有编故似的 他的眼神明明还爱他 他头也不回走掉的时候 肯定在默默流泪 心里肯定很难受 他放弃比赛 只为了看他一眼 他哭坐久等 只为了能抱一抱他 他暗自盯着他的背影 多希望他能回一回头啊 当初这些老师们 退出文坛 我是极力反对的 这部 把好多人都说哭了 都在感慨我们的爱情故事 阿呸 去TMD爱情故事 事故还差不多 短短一个下午 我和陈怀的清美爱情故事 就传遍了学校每一个角落 大家津津乐道 以至于陈怀来女寝楼下 拜托室友 叫我把手机还给他的时候 遭到了大批围观 他还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一脸茫然 但我是真不想下去 我 不 敢 室友在旁边兴奋的嗷嗷尖叫 我在磕CP的第一线 我要开直播 我要现场直播 我躲在阳台 思考着怎么通知陈怀 让他先避避风头 可楼下 有女生见他久等不到 便纷纷给他出主意 具体说了什么 我没听清 但没一会儿 陈怀突然抬头 朝着我所在的楼层大喊 林下下 你出来 我们把话说清楚了 天呐 我觉得已经说不清楚了 我的室友也快疯了 直接拽着 我往楼下赶 我就像那被赶上架的鸭子 被拖着来到楼下 我扯着假校 迅速把手机塞给陈怀 扭头就要跑 没想到他伸手就拉住我 林下下 周围还喧嚣的学生 一下安静下来 那如狼似虎的视线 紧紧围绕着我 真的很 可 啪 啊 我脸上的假笑 变成了真枯 一边用力 想挣脱陈怀的手 一边想解释 奈何他拽得死紧 而且先我一步开口 我哪里惹你不高兴了吗 他的眉头皱起 很苦恼的样子 不是 大哥 你这话让人听着 就很有奇异啊 我含泪解释 你没惹我不高兴 你先看看学校 抄话 我俩清清白白啊 我把清清白白说得超大声 企图让围观的同学明白 是他们误会了 可 他们好像不仅没有明白 反而更兴奋了 陈怀疑惑的打开抄话 脸色从疑惑转为震惊 我趁机转身逃走 身后 想起陈怀的震天吼 哪个狗崽子发的 老子清清白白 和林下下毛关系没有 到底是哪个狗崽子胡编乱造 这是监控画面吧 很好 非常好 老子非得把这个狗崽子找出来 嫩死他 陈怀发了好大一通火 发帖子的那个人迅速删了帖 想吃瓜的人也迅速死了心 生怕战火殃及驰鱼 我也放下心来 安心伺候我的痛惊 剩下几天倒也不是很难挨 陈怀没联系我 我只当他是在避嫌 可万万没想到啊 我立假结束 生龙活虎去上课的时候 在女寝楼下看到了陈怀 他坐在路边的椅子上 脚下摆了个木桶 正扭头看我这边 见我出来 屁颠屁颠抱着木桶跑过来 林下下 给你 他疼得把木桶递过来 险些打到我的鼻子 我看到木桶里还放了两袋子 问 这啥 他不是避嫌吗 咋这个时候又来了 陈怀解释 那带黑的是我去中医馆 给你买的药包 泡脚用的 可以缓解痛经 那带白的是我给你带的早餐 医生说 痛经要吃清淡的 我问了你室友 你平时的口味都太油腻太辣了 所以立假的时候才会那么痛 从今天开始 你每天晚上都要用这个木桶和药包泡脚 你的一日三餐我都会给你准备 保证把你的身体调理好 他语气特别强势霸道 像集了小说里的霸道总裁 说一不二 然后 他一看木桶凑近我一些 还看了看旁边有没有偷听的人 才小声说 我不想再痛经了 简直要命 什么霸道总裁啊 大狗才是 我咳了两声 同款小声 你不必闲吗 之前 陈怀大手一挥 你放心 那个人已经被我修理了 他以后不敢造谣了 现在的重中之重 是调理你的身体 我看了看周围 路过的同学会 刻意放慢脚步 在看到我看过去的时候 又立马走开 装作没事人一样 真是 头大的嘞 但 好意不可辜负 那谢谢你啊 我接过木桶 又上楼把木桶放好 踩下来 陈怀还没走 还有事 他说 我得盯着 你把饭吃了 你口味重 肯定会悄悄扔了 他一副洞察一切的样子 我心虚地笑了笑 还真被他说中了 于是 在陈怀的监视下 我不情不愿地 吃了那份寡淡无味的早餐 然后 他每天都盯着我吃饭 我不想吃它就眼神恐吓我 晚上还打视频盯着我泡脚 不泡半个小时 不让上床 还不准我熬夜 时不时来个突击检查 一旦发现 就言语威胁我 我仿佛带了个爹上学 一连半个月 我苦不开言 嘴巴都快淡出鸟了 绞尽脑汁 想怎么偷点心 这不 陈怀陪我吃午饭的时候 我心不在焉 满脑子都是香辣大猪蹄 碳烤小排骨 突然 陈怀敲了敲桌子 不满的声音 在我头顶响起 淋下下 啊 我抬头 一脸茫然 陈怀抬手 弹了下我的额头 满脸的恨铁不成钢 你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说的话 你有听见吗 我问 你说什么了 陈怀翻了个白眼 我说 我待会要出去 你 他上下看了看我 叹了口气 算了 不指望 你能乖乖吃我订的饭 只求你吃烧烤的时候 想一想 不要痛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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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我郑重点头 我记住了 只是 嘴角的笑 怎么也收不住 陈怀有事 我解放了 我解放了 此刻 我恨不得长双翅膀 直接飞出去 陈怀无奈摇头 张嘴想说什么 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感觉他情绪好像不是很好 浑身透着一股子抵触 你 吃饭吧 他打断我 我也没有再问 也没多想 终于 把他盼走后 晚上我直奔笑外 心心念念的麻辣猪蹄 炭烤小排骨 五花肉 我来啦 等我大快朵頤 心满意足的时候 已经十点了 马上就查寝了 我非奔回寝室 泡完脚躺在床上呢 一刻 我下意识拿起手机 等着陈怀突击的电话 可好几分钟过去 手机安静如机 我才恍惚记起 他说他今天有事 那估计也不能突击检查了 莫名的 心里有点 不太自在 就好像缺了点什么 果然 习惯是件很可怕的东西 我把手机放在枕头底下 闭上眼 准备睡觉 可今天陈怀没盯着我泡脚 没突击检查 我怎么也睡不着 心里甚至隐隐有些担心 他有什么事 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会不会出事 胡思乱想之际 我膝盖猛的一痛 好像骨头被碾碎一样 痛得我一下冒了冷汗 这 怎么回事 陡然间 我想起了陈怀 我和陈怀痛感相通 他肯定出事了 拿出手机 我抖着手 打了陈怀的电话 可响灵很久 他都没接 突然间 我背上又是一阵刺痛 好似有人拿着棍子 狠狠打了我一棍 脑海里随之浮现的 是陈怀被人殴打的画面 如此一想 我更着急了 可陈怀的电话 我怎么也打不通 此刻的我 犹如热锅蚂蚁 除了着急还有懊恼 我应该问问 他去干什么的 不然现在 也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 我翻遍了通讯录 终于找到 那个没存名字的号码 这是陈怀室友的 之前他 每天打视频 盯着我泡脚 他室友好奇 就按出 戳存了我的号码 打电话恶搞我 然后被陈怀一顿讯 拨通号码 我焦急地等待着 与此同时 身上的痛楚不断增加 我手颤抖着 险些没拿闻手机 千呼万唤之下 终于 陈怀室友接了 喂 哪位 我急忙说 陈怀呢 你知道他去干什么了吗 他回来了没有 对面愣了一下 自在确定 你是 零下下啊 陈怀出去了 还没回来呢 他去干什么了 我语气有些急 我听他提了一嘴 好像是 回家 应该是吧 什么是好像 应该啊 连个准确率都没有 挂了电话 我咬着牙 一边承受着身上的剧痛 一边报警 我没把痛感相通的事告诉警察 只说 是学校有人失踪了 并且提供了陈怀的联系方式 和家庭住址 女寝大门已经锁了 我出不去 更何况身上还痛 出去了也无济于事 只能寄希望于警察 希望他们能找到陈怀 这一晚 怎么挨过去的我不知道 只是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浑身大汗淋漓 身体仿佛被大货车碾压过一样 去打听消息 昨晚警察来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 陈怀失踪的事 学校监控显示 陈怀最后离开的方向 的确是回家 于是警察又去了他家 还没有结果 我翘课了 也跟了出去 陈怀家庭有钱 住在半山腰的小别墅里 我打车到那里的时候 那里已经围了不少人 从周围人的话语里 我拼凑出了昨晚的事情 大概就是 昨天陈怀哥哥结婚 但有人捣乱 陈怀为了救新娘受了伤 正听着 别墅里的警察出来了 身侧跟着陈家人 我一眼就看到了陈怀 他换下了平日里的休闲装扮 穿着整整齐齐的西装 只不过眼下西装有些凌乱 走路也一瘸一拐的 他跟在一个男人身侧 那个男人和他五分相 应该就是他的哥哥 他低垂着眼 不看任何人 身上弥漫着的抵触情绪 比昨天更甚 我一直盯着他 隔着层层人海 心口在这一刻 安宁下来 还好 他没事 似有所感 陈怀突然抬头看过来 我们的视线在半空中碰撞 他眼里露出惊讶 喊了我的名字 但隔得太远我没听见 只能看到口形 然后 他推开所有人 在他们惊讶的目光下 向我奔来 这一刹那 我眼眶突然有点热 同时 痛已减缓不少的身体 再次变得剧痛 尤其是膝盖 我腿一软 眼看着就要跌在地上 陈怀眼急手快 再次接住了我 稳稳将我抱在怀里 淋下下 我耳边响起他的声音 格外炽热 陈怀你吓死我了 一开口 我就发现自己有些哽咽 昨晚 我真的以为 他会被打死 那他死了 我会不会也 陈怀脑袋无力 靠在我肩膀上 声音虚弱极了 还带着愧疚 对不起 昨晚我禁 力躲了 可是没躲掉 他突然站着身子 把我浑身看了个遍 问了句没头没脑的话 你现在还痛吗 我反问 你痛吗 他痛 我就痛 陈怀一正 立马扭头朝陈家人喊 救护车 我要救护车 我要去医院 快 陈家疯疯活活 把陈怀送去医院 医生给陈怀 处理伤口的时候 陈怀妈妈哭哭啼啼 以至于我们 全被医生赶出来了 陈怀大哥 安抚了一下母亲的情绪 突然朝我走过来 看着那双洞察一切的眼睛 我心里咯噔一下 陈怀大哥 停在我三不远的地方 礼貌温和 你好 我是陈怀的哥哥 陈希 我听第二批警察说 昨晚有人报警说 陈怀失踪了 他们才找来我家的 他闷闷点头 我该怎么解释 痛感相通 他会信 头顶响起陈希低沉的声音 带上了一丝责问的意思 你为什么说他失踪了 我心头猛地跳了跳 欲哭无泪 绞尽脑汁 想怎么解释过去 嗯 压迫袭来 我眼睛一闭 豁出去了 我是陈怀女朋友 他心疼我身体不好 给我调理身体 每天都会打视频盯着我泡脚 嘱咐我不要熬夜 但昨天他一反常态 没有打电话给我 我越想越害怕 就打电话给了他室友 得知他不见了之后 就害怕报了警 一口气说完 我闭着眼 等着陈希的审判 可谓是煎熬至极 半晌之后 头顶响起一道倾笑 紧张什么 我又不会吃了你 我颤微微抬头 看陈希脸色 并没有什么不高兴后 才缓缓放下心来 陈希上下打量了下我 挑眉道 没想到啊 那小子都有女朋友了 我扯着嘴角笑了笑 不知怎么接话 这时 身后响起高跟鞋的声音 伴随着一道温温柔柔的女声 这是小淮的女朋友 一阵香风飘过 我面前来了个温婉如水的女人 只一眼就能让人生出好感 只是 她看向我的眼神里 带着一丝轻蔑 女人轻轻柔柔的笑着 你好 我是小淮的嫂子 姜黎 她扭头看了一眼 陈淮的病房 叹气道 昨晚都怪我 小淮是为了保护我才 说到一半 她好似才想起我是谁 截住了话头 不好意思 你别在意 我敷衍的扁点头 心里疑惑见声 悄悄瞥了一眼沉曦 我发现 她眼底藏着一丝不意 察觉的厌恶 在触及到我的眼神时 她眼里的厌恶瞬间消散 化为何须的笑 别听她胡说 我点了点头 好奇怪 太奇怪了 我已经脑补了一出狗血大剧 可以想到 如果是陈淮喜欢自己嫂子 拼命相救 好 想嫩死她 这时 给陈淮处理伤口的医生出来了 陈嘉仁立马涌了进去 七嘴八舌 关心着她的身体 我抿着纯站在外面 想进去 又生气 想扭头就走 可迈不动脚步 病房里传来陈淮的声音 够了够了 你们都出去 林夏夏呢 我要林夏夏 病房里安静了一瞬 好像在找林夏夏 嗯 我是林夏夏 我咬牙 转身走了 去TMD狗血大剧 关我屁事 回学校后 我觉得哪哪都气不顺 清淡的饭也不吃了 脚也不泡了 陈淮也不想理了 号码还拉黑了 室友巴巴凑过来 你咋了 失恋了 我白了他一眼 我都没练呢 哪来的事 他惊讶 真失恋了呀 都已经开始否认了 我满脸疑惑 他说 前段时间 你不是和陈淮在一起了吗 他一夜没回来 你不是还着急报警了吗 怎么突然就 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我的关注点却是 谁跟你说 我们在一起了 他两手一摊 这不是大家都默认的吗 没在一起 人家天天给你带饭 天天打饰品你弄我弄 天天一起上下课 电光石火箭 无误了 这大半个月来 陈淮几乎和我形影不离 我习惯了他的存在的同时 好像还喜欢上他了 所以他联系不上 我才那么着急 所以可能察觉到 他和江里有问题 我才不愿意去面对 卧槽 我喜欢陈淮 卧槽卧槽 这真是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我激动的握住室友的手 谢谢你 我的好姐妹 我 掏出手机 把陈淮从黑名单里放出来 正准备打电话给他说清楚 可没想到 他的电话先一步打进来了 我接通 手机那头 陈淮气急败坏 卧槽卧槽 你终于把老子放出来了 你奶根筋坏了 居然把老子拉黑了 你知不知道 我在医院有多担心你 要不是我妈摁着 我真的 恨不得飞回去找你 戳戳你脑瓜子 看看你在想什么 听着陈淮 骂骂咧咧的话 我并没有觉得生气 反而有点 甜丝丝 哎呦 这恋爱的酸臭味 陈淮还在继续 老子还没问你呢 饭好好吃了没 脚泡了没 熬夜了没 我心虚 吃了 泡了 没熬 陈淮突然河东失吼 屁 我都看到了 我都看到了 你把老子定的饭倒了 要扔了 还熬夜追剧打游戏了 卧槽 你怎么知道的 我震惊 旁边 我室友默默尿顿 陈淮给我解了货 学校抄话你不看的吗 你室友都说了 还问大家 你是不是失恋了 我看着跑掉的室友 怒吼 苏叶 室友哀嚎 人家只是想磕CP了 我无语符 陈淮哼哼了两声 你不听话 我很生气 罚你明天来医院看我 哦 正好 当面说清楚 没想到陈淮仍旧炸毛 哦 你哦 你居然就哦 你怎么这么敷衍啊 我只能给他顺毛 知道了 我明天肯定一大早就来 保证你一睁眼就能看到我 好吗 这还差不多 第二天一早 我早早去了医院 到病房的时候 陈淮还在睡觉 他打扰到他 我转身正准备出去等 没想到他突然开口 我醒了 你进来吧 语气傲娇的不成样子 我了然 哦原来你是装睡啊 陈淮坐起来 不自在别过脸 哼了一声 我过去坐下 问 伤怎么样了 他问我 你现在还痛吗 哦 我不痛 想来他有好好养伤 我满意的点点头 那可不 我怕你这小身板受不了 动都没动呢 不然早跑回学校 就这你狠狠教训一顿了 他还挺骄傲 我凑过去问他 那天是怎么回事啊 文言 陈淮脸色有些不好 不太愿意说的样子 但 我真的太想知道了 可别真的像我想的 狗血大剧那样 我不灵不灵眨着眼睛 企图萌化他 让他开口 陈淮伸手把我脑袋推向一边 别眨了 你又不是小孩子 不可爱 只是 他手放下去之后 悄悄缩进了被子里 我看到了 那你告诉我呗 我凑过去 笑得甜腻 好像 确定了 我喜欢陈淮之后 我更放得开了 现在倒是他 看起来浑身不自在 我我我我 我说就是了 你离我远点 也没什么了 就是我哥结婚 有人抢亲捣乱 我和他们打起来了而已 我追问 我听你嫂子说 你是为了保护他 才被打得那么惨的 陈淮突然乍毛 屁 明明是他故意往我这跑的 人家就是冲着他来的 所以才导致我挨了那么多打 真的 陈淮用尽点头 真的 他看了开门外 朝我招了招手 神秘兮兮的 我凑近 听他小声说 我跟你说 我一点都不喜欢江里 要不是他家贤恩图报 我哥都不会娶他 我不想回家 就是因为他 他推翻 我的八卦之心熊熊燃烧 怎么说 但陈淮好像有点难以启齿 眼神飘忽不定 我大胆猜测 把声音压得更低 从而更加靠近他 难不成 是他对你有意思 陈淮大惊 你 同时 有人推门进来 吓得我俩一起扭头 因为离得太近 扭头时 我的嘴唇擦过他的脸颊 柔软的触感一触即逝 但 我俩像被定住一样 门口 进来的人是陈淮妈妈 他有些尴尬 嗨嗨 那个 小淮醒了呀 还没吃早饭吧 我去买 他提着手里的早饭 转身出去了 还贴心地把门带上 空气安静下来 我和陈淮缓缓扭头 视线对上的那一刹那 像触电般 他捂住脸颊 我捂住嘴巴 我羞得夺门而逃 心口碰碰跳得不停 逃回学校后 我一整天都魂不守舍的 一想起就有点害羞 我也是没想到 我怎么那么纯情 明明之前 我还很大胆来着 阿呸阿呸 自己说自己 修修修 我躺在床上 思考着 要不要给陈淮打个电话 这时候 我突然觉得 有点怪 身体有点怪 一股陌生又熟悉的感觉 渐渐席卷 缩养难耐 我脚趾头都绷直了 第一反应便是 陈淮又出事了 我立即播了个视频过去 想看看 他在搞什么东西 想了很久他才接听 伴随而来的 是一道难耐的闷哼 瞬间 我头皮都炸了 陈淮 你干啥呢 陈淮一惊 慌乱拿起手机 脸色爆红 磕磕巴巴的解释 那个 下下 你听我解释 我捂住眼睛 我不听 他急忙解释 下下下下 我没想到你会打电话过来 我刚不小心摁到了 你 你 你了半天 他没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手指露出一个缝 看着红成瞎子的他 说 你是不是想说 你喜欢我 陈淮瞪大眼睛 你你你你 我我我我 然后他用力点头 嗯 见状 我故意逗他 嗯什么 陈淮眼睛四处飘着 不敢看我 嘀嘀咕咕了一句 我 你 我没听到 我诚恳地摇摇头 陈淮咬唇 视线慢慢移到屏幕上 无比坚定 我说 你等着我 然后 他飞快挂了电话 独留我莫名其妙 第二天 我还没醒 就听到了楼下的大喇叭喊 林下下 我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吧 林下下 我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吧 林下下 我喜欢你 我们在 一起吧 这一下 我瞌睡虫都震跑了 飞速下床跑到阳台 楼下 陈淮站在玫瑰摆着的爱心里 怀里抱着一束玫瑰 拿着一个大喇叭朝我喊 林下下 卧槽 脚趾工程庞大 他怎么可以这么俗 但是 好喜欢有木油 我探头朝他喊了一句 等我化个妆 这种表白场合 蓬头够面可不行 我拿出了压箱底的小裙子 化了个快速且精致的妆 飞奔下楼 我下楼的那一瞬 楼下的同学们欢呼尖叫 大喊着 答应他 我迈进玫瑰花爱心 陈淮单膝跪地 眼神炽热诚恳 林下下 和我谈个恋爱吧 我保证把你的痛经调理好 啊这 和我预想的深情告白 不太一样 但他说 要调理好折磨我多年的痛经爱 我接过玫瑰花 笑得牙不见眼 好啊 突然 陈淮起来抱住我 怀里的玫瑰花都被压别了 下下 我好喜欢你 好喜欢好喜欢 我回他 我也是我也是 超喜欢超喜欢 观众大喊 亲一个 亲一个 陈淮松开我 似是想起了什么 脸色爆红 他瞪了观众一眼 起什么红 多冒昧啊 我嘿嘿一笑 其实 痛感相通的话 那我们以后嘿嘿嘿 会不会获得双倍快乐 你说什么 陈淮震惊 我立马反应过来 捂住自己的嘴 卧槽 我居然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惊恐地看着四周 也不知道他们听到了没有 要是听到了 陈淮凑近我 握住我的手 在我耳边低声说 你想知道的话 以后事实不就知道了 他声音低牙蛊惑 带着羞涩 直接让我红了脸 陈淮比我更慎 脸又红又不好意思地开口 其实 那也不是痛 但你好奇的话 我还是 可以的 他一副任君选择的样子 我咳了两声 不 我不好奇 他摇头 一本正经 不 你好奇 我捂住这该死的嘴巴 只是有那么一丝丝的好奇 和期待而已了 完结洒花 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 我们下部史莱姆故事见